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来找你啊 是有事要麻烦你的 是有事要麻烦你的 这块料子 是师弘帮我选来 做新娘嫁衣的 新娘嫁衣 是啊 你不恭喜我吗 恭喜你了 雪梅 师弘她妈真的是好疼我 一定要找什么裁缝师傅 帮我量身定做嫁衣 我又拗不过她 就只好衣了她 可是在裁剪之前呢 若云 我好希望 你能帮我刺绣嫁衣 我很喜欢你的绣工 就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请你亲手帮我刺绣嫁衣呢 是你的嫁衣 我当然义不容辞了 真的 太好了若云 我来之前 还一直在担心你会拒绝我呢 你说什么傻话呀 日子定在什么时候啊 日子定在下月初五 夏拼定亲 至于拜堂完婚 日子倒是没定 可是我觉得一定不远了 雪梅 世红她是一个好人 值得你这么美丽 聪明的女孩子 陪她厮守一生 我真为你们两个人 感到非常地高兴 谢谢你啊 若云 对了 这个钱 就当做是 你帮我绣嫁衣的酬劳吧 不不不 这钱我不能收 这个 就当做 是我送给你们的 结婚礼物吧 那可不行 如果你不收的话 我可就要找别人了 好 若云呢 这么晚了 你还来做什么 我在帮雪梅绣嫁衣呢 雪梅 她真的要出嫁了 是啊 她跟世红的好事就要尽了 雪梅真的要嫁给于世红了 现在你总相信你是用人自扰了吧 铁川 请你不要再对世红 存有任何芥蒂了 世红已经走出了自己 也寻觅到良缘家偶了 你还 是我不好 我老是疑神疑鬼 真是没出息 是我不长进 你不要这样看扁自己啊 更不能被自己身体的残疾给打败了 你要为我们的孩子想想 他们的年纪还小 你要给他们做榜样啊 也许你不能留给他们傲人的财富 还有显赫的权势 可是你可以留给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还有奋战不屈的勇气啊 若云 那天在药铺门口 你没有让于世红背我 我实在是很感激你 我知道你在乎 所以我一定会拒绝的 谢谢 真的谢谢 好了 我还得熬夜去赶工呢 雪梅可是花了高价钱聘请我的 她的嫁衣我可不能代卖 若云 让你这么辛苦赚钱养家 我实在是觉得很愧疚 你呀 你也别闲散太久 等你的腿好了 辛苦养家的人就是你了 再见啊 妈 再见 再见 来 哇 叔叔 你好棒啊 叔叔教你怎么踢毽子 好 你看啊 就这么踢 哇 叔叔 你好棒啊 怎么样 叔叔 你陪我踢毽子好不好 当然好了 你先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天心 于世红 伯母 真的是你呀 来 好久不见 你好吗 你找若云啊 他不在家 他不在家 我知道 刚才我已经看见他出门了 那你 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这是干什么呀 若云 他坚持不肯收下这笔钱 可是现在 我除了在金钱上的资助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助他 是我们做父母的 害苦了若云 当初他嫁得要是你的话 他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若云他结婚的前夕 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 周伯父坚持不让我和他见一面 一致造成了今天我和若云的命运 当初他是那么的绝情 可您现在又这么说 您教我如何自处 我知道你心中的怨恨 你要怎么骂我们 我们都没有话可说 当初是我们做父母的愚昧 其实 其实我根本就是反对若云 招赘铁川的 世红 我 这是我做妈的私心 铁川她的情况恐怕是好不了了 只会越来越坏 我 我想问你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对若云的想法是 咱们 announcing 我那苦命的女儿 我居然有这样 异响天开的念头 我 姥姥 姥姥 您别哭了 不哭了 铁仙 你真可爱 真贴心 叔叔 我还要您叫我提箭子 好 叔叔今天还有点事 下回我一定教你 好吗 先拿着啊 伯母 我先走了 姥姥 叔叔给我这个了 世红 世红 这钱我不能收 若芸会怪我的 那就先别告诉他 伯母 如果是因为我这么做 让你们觉得不舒服 就当是我借给你们的 身边留点钱 万一遇到什么急事 也不会秋高无门 我先告辞了 世红 好 铁川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像我这种人 还会有好消息吗 不要这么说嘛 我呀 帮你订了一副拐杖 明天就可以送来了 到时候 你就可以练习走路了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你觉得我铁铁川 一辈子就要拄着拐杖走路了吗 永远没救了吗 你以为你躺在床上 你的腿就会好起来了吗 你也得多练习 才会慢慢地好起来呀 你的身子骨还好吗 要不要先歇一会儿 还行啊 不行的话我会跟你说的 我今天跑了好几个集市 刺绣卖了不少 今天晚上还得赶工 多绣出些成品来 要不然明天就没有多少货 可以卖了 我先帮你熬药去吧 来 若芸 爹 铁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进展没有 钱都花了那么多 还不见疗效 孙大夫还肯继续给我们设账吗 他们已经开始催账了 说钱如果还不清的话 王后也不让我们设账了 我已经找了人为这座老宅孤家了 爹 你真的打算要卖掉这座老宅子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先别急着卖 妈 这些钱先拿去还债吧 你哪来的钱 是我借来的 你撒谎 你有什么本事借这么多钱 妈 你跟师红见面了是不是 你把他给我拿回去 我 给我拿回去 雨萱 我们周家 让于世红看的笑话还少吗 居然要到了靠他来接济的地步 你也不想想 他拿这些钱来 就是在伤我的脸 人家才没这个心思呢 世红是真心诚意地要帮我们 玉琴 我拜托你有点骨气行不行 骨气 你这脾气又臭又硬的 不但害苦了我们女儿 还葬送了她一生的幸福 你自己才要好好改一改呢 那是意外 怎么能说是我葬送了 女儿的幸福呢 我是为了周家的香火 再说了 铁川入了坠 那生出来的孩子 不是醒周吗 所以你认为为了香火 牺牲女儿你也在所不惜啊 你 你怎么总是用话来戳我 我就是要说你是老顽固 就没得救了你 你要卖老宅是吧 好 你现在就给我去卖 反正以后全家老老小小 都睡在大街上 以后哪天你要是后悔了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我做的决定 我不后悔 你以为你那个小孙子光姓周 就能长大 没钱买米买肉 就能养活他 没了遮风避雨的家 就能平平安安的呀 你 好了 你们别吵了 这个钱 无论如何都不能收 如果让铁川知道了 家里还不知道 要闹多大风波呢 明天我就把钱 还给侍红去 若芸 哎呀 哎呀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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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我的钱了 抢钱了 别跑 还我钱 别跑 还我钱 你想怎么样 你们 你们把钱还给我 长得还挺漂亮啊 这样吧 就给大爷我当六义太吧 谁要当你六义太啊 我看你这敬酒不吃吃罚酒 带走 你们干什么 出来 救命 走 走吧你 走 你去 来 入园 救命 放手 我警告你们 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梁家妇女 我绝不放过你们 滚 若云 这真是我所担心的 你看 你一个弱女子 怎么能够应付外面的凶险呢 世虹 谢谢你的帮助 还好这些钱没有被抢走 我带着这些钱 是打算收摊之后 亲自给你送过去的 现在 你拿回去吧 你的心意 我赢了 若云 你这又是何苦呢 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身陷险境 也不肯接受我的帮助 难道我们之间 一定要这么见外生疏吗 这些钱 我真的不能收 我欠你的秦债已经够多了 如果再欠下这样一大笔钱债 我这辈子真的还不清啊 若云 我不需要你还 你知道 我为你做的这一切 是为何 世虹 是我对不起你 这辈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消除你的怨恨 这次 这次我们能再度重逢 能看到你这么成功 我真的替你高兴 可是 你的成功 也深深伤害了我爹 还有铁川的心 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面对你才好 我承认 我承认 我恨过你 也怨过你 我怨你为什么那么懦弱 恨你 为什么不敢反抗招坠的命运 来争取我们之间的爱情 这些年来 我不知道想过多少次 我想象我们重逢时候的情形 我在心里发誓 我要让周家后悔 让你和铁川不好受 但当我们真的重逢了 我才发现 我没办法 我做不到 我对你 只有 世虹 我 你对我的宽容 还有帮助 我也很感激 你仍然把我当作朋友 今天出了这样的事 我也没有办法再做生意了 我该回家了 我 若云 让我送你吧 不必了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不 我担心 那几个恶霸又回头来找你 请你不要再拒绝我 好吗 不要再拒绝我 我 天心 妈 妈 天心 你好啊 叔叔好 你看 这是叔叔做的新剑子 送给你的 好漂亮啊 谢谢叔叔 妈妈 我有新剑子了 天忧 姐姐有新剑子了 若云 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不管我们之间 曾经发生过什么 请记得 我是你永远的朋友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地帮你 我先走了 爹 爹 爹 报告 我不甘心 为了世红 我拒绝了多少的追求 我为他牺牲了青春 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可是到今天 世红心里还是没有我 如果不是为了周若芸 世红是不会这样对我的 周若芸 他竟然不顾自己 你是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 在世红面前 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装得楚楚可怜 博得世红的同情 想不到周若芸是 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我亲眼看见她 还会有假吗 玄妹啊 你一定要沉住气 千万别跟世红闹 男人最讨厌 就是女人烦她了 爹 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还不让我吵 不让我闹 难道你让我忍气吞声吗 你越去这个时候闹 越会把世红推得更远 这个时候 你得多用点心机 要对世红宽容一点 更加包容她一点 只有这样 才更能抓住世红的心 玄妹啊 听爹得没错 好 好了 我有件事要先出去一下 啊 天川 天川 看看 拐杖送来了 这是什么 来 试试看 我知道 爹有饺了 我爹有饺了 天川 天川 别闹了 把拐杖给妈 让你爹好好地练习走路 来 慢点 慢点啊 别 别着急 来 扶这儿 来 慢慢来啊 撑住啊 试试看啊 到底行不行啊 别白浪费了钱 结果还是不行 你呀 富人之鉴 你以为有了这个东西 就马上可以跑可以飞了吗 这得靠每天哪 一步一步地锻炼 是啊 你也别着急 一天啊多加一点 慢慢地就见成效了 来 先歇会儿吧 别着急 来 先歇会儿 若元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啊 今天遇到几个流氓 在那找茬 把客人都吓走了 没什么生意 我就早点回来了 他们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幸好有个人见义勇为 帮我解了难 这些地痞流氓 专检软弱地附到人家欺负 若元 你这样以后我们怎么能放心 让你一个人出去做生意呢 日子总是要过的 生意还是要做啊 我不跟你们说这些啊 就是怕你们多心 你们看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对了 你出去一整天 天佑一直吵着要找妈妈 你看看他去吧 那我去看看他啊 好 天川 加把劲 爹相信你 总要把 Between 皇上 你看看我 咱俩 query 拿来专宗 一饭 天欣 爹 哪儿来的剑子 叔叔送的 叔叔 哪个叔叔 就是那个叔叔啊 他剃剑子剃得可好呢 很高呢 不说了 爹 我去院子里玩 雪梅 是你啊 来找如云吧 她在厨房忙 进来 雪梅 伯母 有事吗 没事 我只是在想 娘 要是 你能常常来陪若云就好了 让她沾沾你的好福气 但愿她这苦名的日子 能赶紧熬过去 我会的 你 你怎么了 累了 你想放弃了 你怎么不练了 来 你得快点好起来 不然你怎么看住你妻子 如果看不住你妻子 我才要打大霉了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直说吧 我今天啊 是专门来求你的 求你一定要看好若云 不要让她再去卖什么刺绣 她 她出门干活 爱着你什么了 若云 她真的是在帮我 准备嫁衣吗 我看她是有意在敷衍我 她心里面想的 是怎么偷偷摸摸地 跟我未婚夫约会 雪妹 你少在我这儿胡说八道 你跟我喊什么喊 你以为你买药的钱 是哪儿来的 你们一家老小吃了用的 这些都是哪儿来的 这些钱都是我未婚夫的 我说铁川 我们俩应该立场是一致的 我希望你幸福 希望你健康 这样我才有幸福可言 我今天来跟你说这些事 是希望你心里有个数 对了 这些你就不要张扬了 免得施红又怪我 无理取闹 我麻烦你 一定要看好若云 这样我会对你感激不尽的 滚 你给我滚 听信 哪儿来的剑子 叔叔送的 叔叔 他踢剑子踢得可好了 很高呢 不可能 若云不可能 我要相信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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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云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啊 肯定是累着了 坐下坐下 我来就行了 妈 那个药大夫吩咐过了 要熬够六个时辰 才会熬好的 才会有疗效的 我知道 我会注意的 刚刚雪梅来找你 你们俩都聊些什么呀 我一直在厨房里忙 没有看见她 怎么会呢 是我招呼她进门的呀 糟了 我帮雪梅绣的嫁衣 还没有绣好呢 她一定是上门来催了 雪梅啊 真是个幸运的姑娘 本来嫁给于世洪 做个富贵太太的人 应该是你才对呀 妈 怎么又这么说 好 不说了 铁川 铁川 快来喝药吧 这药啊 我熬了六个多时辰 终于把它给熬好了 来 快 趁热喝了吧 铁川 铁川 你在想什么呀 我看刺绣就别卖了 别再老是往外跑 你是担心 那几个恶霸是吗 我想 他们应该不会再来了 来 你怎么回事啊 这药 是我花了好多钱 才买回来的 你少来给我装模作样了 反正外面有个于世洪 这样的有钱大爷 在背后撑腰 你怕什么 你钱很多不是吗 事实不是这样的 这些药 是我从那个孙大夫那 奢账奢来的 少来 你 我的颓废了 可是我眼睛没瞎 耳朵没聋 你不要以为你在外面 偷偷跟于世洪 约会的事情 可以瞒得了我 我收够了 我受够这窝囊气了 你胡说什么呀 世洪要帮我们 都让我给拒绝了 他来我们家 事先我也是不知道的 后来还急着把钱 给送回去 铁川 你要相信我 就算世洪答应借钱给我们 也是出于他一片善心哪 你干吗发这么大脾气啊 他分明就是想拿钱来 收买我妻子的心 收买我岳父岳母 孩子们的心 我是个瘸子 但我不是疯子 你讲讲道理行不行啊 我不讲道理 我就是太讲道理了 所以让你们两个 肩膚淫妇 这么明目张大地 来羞辱我 你干什么呀 林天川 你干吗要说 这么不堪入耳的话 你存心要冤枉我 没让我为你做这么多了 我值得吗 你当然让我伤心了 若云 是 小山 少爷 雨下那么大 我看应该是不会有客人了 我们就早点打烊吧 是 小刘 来了 你觉得我林天川 一辈子就要拄着拐杖走路了吗 永远都没救了吗 你少来给我装模作样 反正外面有个余世红这样的 有钱大爷在背后撑腰 你怕什么 你钱很多不是吗 来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 何必这样遮遮掩掩掩 好 停车 停车 好 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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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伤得这么重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够了 林天川已经误会得够深了 我不想再受到伤害了 林天川打你 我去找他去 别 世红 世红 你去找他干吗呀 这是我的家务事 你只会惹是生非 我要去跟他说清楚 我们两人之间 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他不可以这样冤枉你的 他现在行动不变 自卑心越来越强 你 你帮不了我的 如果他不珍惜你的话 我要他把你还给我 你说什么呢 我们俩是不可能的了 你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好不好 我是说真的 若云 六年前你离开我之后 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 我每天都在思念你 直林天川 他介入我们之间 我如今 向他把你要回来 我一点也不为过 不要说了 不要再说了世红 若云 若云 我曾经失去过你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你明白吗 失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世红 你就死了心吧 若云 我看你活得这么痛苦 我真的放不下 再苦再累 也都是我的命 我不要你管 少爷 我们回去吧 走 你给我走 走 德勒云